最大的一个问题 宇宙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有宇宙 在佛法教这叫缘起 这里一大缘起就是讲宇宙的缘起 万法的缘起 生命的缘起 我的缘起 我从哪里来的 横数万法成为一大缘起 这一句话是总结前面九门 这一大缘起是什么呢 一大缘起是一体 并法界虚空界 是一个整体 这是大缘起 用今天的话说 你看佛学这学里面 最大的一个问题 宇宙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有宇宙 在佛法教这叫缘起 这里一大缘起就是讲宇宙的缘起 万法的缘起 生命的缘起 我的缘起 我从哪里来的 佛法比这个科学这学讲的好 佛法里面讲一报正报 这个讲的好 正报人 正报是自己 我从哪里来的 一报是宇宙 宇宙之间万色万物 全是一报 一切人 是我们的人事一报 动物 植物 矿物 这个自然现象 这是我们生活环境的一报 全是属于一报 一报里面分很多类的 那么这个缘起 我们念过还原冠呢 就更清楚了 从一提 其二用 一提是自信 自信清净原民体 就是静宗上讲的长级框 自信清净原民体 从这一提 其二用 二用就是一正 一报正报 出现了 什么时候出现 给你讲真话 就在当下 没有过去 也没有未来 就给你讲真话了 弥勒菩萨 讲的那一念 就是在先前 不是过去 也不是未来 过去已经过去了 未来还没来 就当下 当下这一念 念念都是当下 这跟你讲真话 你能断 能正 能成就 就在当下 这些年 不是过去 也不是未来 也不是磁戒 也不是踏方 磁戒 磁戒 他方 过去未来 那都是换处 那不是真的 为什么呢 你想想看 你说过去 未来磁戒 探方 在白发里头 统统是 说于不相应刑法 空间 是方分 时间 就是时分 这两个 都是24个 不相应的 不相应 用现在的话说 抽象的概念 根本没有 是个错误的概念 这个概念 反复有 佛菩萨没有 在此地 最重要的 横数万法 成为一大元气 是一体 我们今天 修六合进 以这个为作 进和同结 宇宙跟我一体 众生 跟我一体 万物 跟我一体 一切人 跟我一体 这就活了 我们把 我们把整个宇宙 这一大元气 用身来做比喻 好比我们的身体 身体外面 有五官 眼而鼻舌身 身体里面 五脏六腑 许多多的气 比喻做 实在讲是一正不二 那么这个五官跟里面五脏六腑 这些器官 怎么组成的 细胞组成的 细胞在分析的时候 分子组成的 分子在分析原子组成的 原子在分析粒子组成的 我们前面读了 每一个粒子 很小啊 五脂线非常小的 统统相继相容 变法界虚空界的信息 全在里面 所以 每一个粒子 里面都有完整的 设法界一正专业 这前面我们都念过 是真的不是假的 普贤菩萨能入宙境界 这是佛告诉我们的 一大元气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自踏是一样 生佛不二 众生跟佛不二 是一样 我们的清净平等觉就生出来了 这是信德 我们的大慈大悲就生起来了 你会跟佛菩萨一样 这个菩萨是法神菩萨 不是普通菩萨 对一切人死无 你都不会起分别之主 不但不起分别之主 你不会起心动念 那这是什么精进 这是祝佛菩萨 硬化在 设法界 硬化在六道 硬化在人间 是来干什么的 是来行私德的 我们用还原冠上的话说 是来干这个的 因为他已经不是叶宝神了 他是来行私德 教化众生的 帮助众生修悟的 肯定是 虽然没有用 唯一有则 如何致值 待众生苦 肯定是干这个的 虽然干这些 天天在干 天天在表演 痕迹都不着 他因为其心动念 没有 其心动念 尚且没有 拉来的分别之主 不可思议的境界 阿妮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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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妩陀佛